再来看到疫情的最新消息 花莲线31号新增一例确诊案例 为慈悸医院急诊护理师 目前初步匡列7名接触者进行居家隔离 并已经裁检333人 再增2名阳性确诊 慈悸医院也暂停了部分看诊以及收治病患 部分患者转诊到其他医院 卫福部花莲医院则启动快筛站进行扩大筛检 新冠肺炎疫情延烧 花莲31日新增确诊案23529 是一名20多岁慈悸医院急诊室护理师 CT值13.9传染力证盛 慈悸医院中午大规模裁检 院内护理师再增2人确诊 慈悸暂停部分看诊及收治病患 已裁检333人 144人阴性 部分患者转送其他医院 在市筛检结果判断是否有院内感染 他本身已经接受过3剂的莫德纳的疫苗 平常是跟他的爸爸妈妈和弟弟一起同住 检查的时候在那边医院的PCR阳性确诊 这个案目前的CT值是13.9 病毒量是蛮高的 目前在他的爸爸妈妈 弟弟同住家人3个人 列为居家隔离 还有他是跟他的男友一起到屏东 所以屏东再加上他的目前3个家人 这4个人已经产检PCR 目前是阴性的 另外还多了3个急诊的同仁 那这3个急诊的同仁是因为他在值班的时候 有一个密切的接触 那他们都有脱口罩 共同用餐 所以也把这3个人 有共同用餐的 我们也列为居家隔离 业的上我们快拆时间 从今天下午4点开始到今天晚上12点 明天早上从8点开始到晚上12点 4月2号从8点到下午4点 那一共在48小时内 开辟这样的时段 对于我们的乡亲 如果你在这段时间之内 3月15号到3月30号这段时间 曾经有进到实际医院急诊 是的 我再强调不是在急诊 不是在实际医院外面晃来晃去的 那或是在别动 别动大楼的 这些应该都不会受到影响 只有在进到实际医院急诊室的乡亲 如果你有一些疑虑 有些担心 那或是你有症状的话 请赶快到 我们布立花莲医院 民里路旁的慈爱大楼的停车场 我们在那边为我们乡亲做快筛 案23529最近一次裁剪是3月10日 结果阴性 于本月29日曾短暂喉咙痛 30日到墾丁游玩 晚上身体不适至恒春基督教医院看诊 31日确诊 在转送方疗医院隔离治疗 同行男友和同住家人 裁剪后为阴性 列为居家隔离 个案曾于3月中至辞院急诊室看诊 华联县卫生局31日下午4点起 在卫福部立华联医院设置快筛站 连续三店快筛 呼吁3月15至30日 曾出入辞院急诊室的民众前往筛检 记者徐丽勤 长方燕华联士报导 不知音乐